不行嗎? T. Sir 小柳知道你把疑犯抓回來 我陪他過來看看什麼環境 疑犯認了罪名,是不是真的他? 從祝他那一刻開始 到現在還沒說過一句話 我也沒想到他 剛才已經採取了他的DNA 現在唯有等報警出現 如果跟之前那三個 空散案的DNA吻合的話 我們可以馬上下查查做事 但是DNA報告最快有幾天才有 這段時間做不了事 Madam,我們掛刀疑犯在張宇宗的臉 看回他在這一年後面遇到的事 真的挺可憐 難道是這麼變態吧? 把兩個無故而公仔在家裡 當作是老婆和女兒 一個人經歷重大事故 可能會令他成長 但是也可能會令這個人鑽牛角纖 我不知道張宇宗背後的故事 但無論如何 這個故事只能幫我們了解他的行為 而不是諒解他的罪行 有一張宇宗的這口料 我知道怎麼可以撿開他的嘴巴 Madam,我也很想知道這個疑犯 為什麼喜歡撿殘疑的事下手 我們可否控制身體理审物? 好,沒問題 怎麼樣?坐了這麼久,口不口渴嗎? 對了,你也沒說話,應該也不口渴吧? 好,專家說要看一個小孩開不開心 其實很簡單 看看他畫的畫就知道了 這些畫,顏色這麼豐富,又夠鮮豔 我想朱女一定是一個很喜歡笑的小孩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幹嘛亂教我朱女的畫? 她很緊張她的畫 她不喜歡有人問她亂教她的畫 不過那些畫真的很漂亮 一點都不像百歲小孩畫的 她一定是很努力畫了很久 朱女很喜歡畫畫的嗎? 對,她很喜歡畫畫 每次外出都要給她戴畫筆和畫紙 你住深水埗,去到柴灣那麼遠學畫畫 一畫畫兩個小時,不累嗎? 我從頭都有這麼擔心 但原來你自己喜歡做的話 是不會覺得累的 那你呢?那兩個小時不悶嗎? 有老婆陪著,送了女兒去上課之後 就一起搭車去周宇沖吃早餐 那間茶餐廳很出名 我老婆出去吃那裡有點彈彈 每次都叫兩個 兒子,乖乖的在媽媽湯面 游多半年水,那就可以出生了 要不要這麼多執定給兒子? 我現在反正有空而已 執定也沒所謂 我怕你會辛苦 之前已經執了一件給朱女 然後執了一件大件的給我 對,還要再執上他的兒子 那嬰兒的衣服,小小的 像公仔衣服一樣,有多困難 可以的話,我想要立即去見譴慮 嬰兒? 特別新聞報告 柴灣平和大廈發生火警 消防已十五分鐘前到場 將大火升為三座 現場全程為兒圖畫室 已經被… 終於上課那裡 對,怎麼辦? 去看看 麻煩你,麻煩你,麻煩你 阿成,我的女兒在上面向我找 你快點上去救她吧 對,她只有八歲 小房子上去,你別這麼擔心 你給我上去吧 救到了,救到了一個小女兒 救到了 朱女兒… 朱女兒… 朱女兒,爸爸媽媽在這裡 不用怕,阿成是我的女兒 朱女兒,你不用怕 朱女兒,小房子上去 阿寶,你不是和朱女兒一起上課嗎? 我女兒呢? 阿成,我女兒是不是救了下來? 人家還在上面 對不起,本來我們打算救完 一個再救你一個一個 不過沒想到上面會爆炸來搶我 行了,我去救我女兒 先生,你先冷靜點 為什麼你不救我女兒? 是不是叫她丟臉去救她呢? 是不是叫她丟臉去救她呢? 不救我女兒呢? 先生,你先冷靜點 你叫我怎麼冷靜? 我女兒是我的女兒,我命中了你 冷靜點,你死吧 老婆… 本來我有兒子有女兒 加上一個好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就是那個壞人,沒救我女兒 我女兒鑑生被火燒死了 我老婆為了我女兒的事 日哭夜哭 後來還有抑鬱病 看了醫生,醫生開藥給她吃 但她又怕藥影響胎胎 吃飾下停了 拷了半年之後,有一晚她傻子上來 吞了一瓶藥,一絲兩命 張耀忠在半年之內 死女、喪子、亡妻,三條人病 這麼大的創傷 根本不是一個平凡人可以承受到 所以絕對有理由相信 她已經患上了PDSD 是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 她的心理狀態產生了失調後遺症 但因為沒有人輔導 所以思想開始有偏差 而到了她的行為走行極端 就是因為這樣 那件衣服積得一半就停了 兒子還沒出生就跟老婆去了 他們不應該死 還有我女兒、豬女兒 這麼小都不應該死 為什麼這個世界好人沒有好報 她沒有做過壞事,為什麼要死 就是那個壞人害死他們三個 那個壞人最值得死 你口口聲聲說那個壞人 就是救了別人的女兒 而沒有救你豬女的消防員何港風 也是你殺的三個人之中其中一個 是嗎? 是呀,她值得死 她害死了我老婆,害死我女兒 害死我兒子 我現在要她賤屍底,血債血償 豬女兒死了之後 我刮極她也刮不了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報應的 一天她自動送上門 來我的店舖也說要治療頭皮 如果是頭皮 聽朋友介紹,在這裡可以治療得好 我是消防員,睡了北京一整年 可能不適合上面乾燥的天氣吧 如果你的頭皮越來越多 有時行得我睡也睡不到 豬先生,請她 她竟然自己送上門 想不到我天都看不過眼 給我機會去報仇 跟了她整個星期 知道她原來有晚上釣魚的習慣 那天晚上做好她沒有運行 釣了一整個鐘頭魚 一條魚也釣不到 我就不同了 我運到,等了這麼久 終於釣到這條大魚 她天都來幫我 讓我撞到她,做好她活該 你為了報仇而殺死何廣福 這一點我可以理解 但另外那兩個女孩 行動不方便的黃妙償 龍雅的李美琦 這兩個人跟你無縫無縫 沒有害過你家人 為什麼你要殺死他們? 手段還要這麼殘忍? 他們全都該死 像坐輪椅的女孩一樣 整張輪椅撞人家 那跟在街上找車撞人的人 有什麼分別嗎?她不死也沒用 我記得那天是九月十號 是豬女的死記 我剛去拜完她出來 就看到人家一家三口 開開心心地逛街 本堂我也行 我們還一家四口 可以比他們開心 比他們多多幸福 但我怎麼樣? 我只剩下一個孤零零 人家的女兒吃蝕糕 我女兒吃完保蠟燭香 別看著我, 她把輪椅撞到我 就撞到你了 你怎麼搞的? 可惡的別出門了 妨礙著地球磚 你說什麼? 天天都說豬女不敵 所以特地送一個人給我 用來祭豬女, 讓她好一點 我看到坐輪椅的女孩 我就立刻想起 跟豬女一起學畫畫 可不可以被那個壞人救下來的阿寶 我很生氣, 為什麼她可以沒事 但我豬女就要死 我越想過這份戲 就偷偷地跟著女孩 那個女孩去完街市買菜 我就寧願釣著她 沒多久, 我就見回之前那個男人 連那個男人也想殺她 一腳撞到她那裡 不過她不夠狠 殺不了她, 就掉頭走 不怕, 她不行而已 還有我, 就等我來吧 謝謝 謝謝 我在附近找到一間廢屋 拖個女人進去 誰知道突然醒了 還發瘋狂在我的廢屋 我生氣起來 就立刻脫脫皮彈來邊 那個男人說得對 這拖金的人真的阻礙著地球轉 害得我失去子女, 失去老婆 他們這樣對我, 害得我這麼慘 我現在就要讓他們 像什麼為止慘, 什麼為止痛苦 我現在要他們填命 你也很殘忍 這樣對一個行不上的女孩 殘忍?我現在失去女兒 我老婆和兒子都死了 我現在家破人亡, 殘忍 是誰對我殘忍的? 就是這拖金的人 她是個個該死… PTSD這個病患者可以在大便後的幾個月 甚至幾十年才病發 而他們的創傷記憶 就會存在程序記憶裡面 就像張耀忠一樣 因為看到鄧根踢掉黃苗尚 而觸犯這個病 而引致有這麼兇殘變大降位 鄧根這腳踢得真是重 不僅間接吐死黃苗尚 還直接踢張耀忠的心魔出來 無緣無故吐死兩條人的命 張耀忠已經是完全的心理變異 對這種人 根本就不可以用正常心理去推測 如果這次抓不到他 真不知道還有多少個受害者 你覺得黃苗尚遇到人 他有做錯, 你就要殺他 那李美琦呢?你為什麼要殺他? 他自己遇到來, 要死不讓他死? 不是他走來問我了 但是寫了地址的紙來給我看 我也不會知道他是啞的 那還要讓你打傷那個梁小柔呢? 他只是建議用為想救人 難道又有錯了? 他錯在諸事八卦 自己捉進來陪死? 他的手是倒楣的 這些人死也沒用 不過是我的八婆幸運 剛巧有個夜拉佬走過救了他 不然他那晚死了很久 你失去頭家是很慘的 但是沒人想的, 最後還是意外 但是你胡亂殺人 是蓄意, 是人為 你真的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嗎? 沒有, 這些人過我都活該 留在這裡阻礙地球轉 我絕對沒有做錯 我可以查一點明白 其實心理辯業是有跡可囚 就像張耀忠為例 他選擇的樂手對象 其實有共通點, 有因由 只要我們知道他們心理辯業的原因 兼以否釋, 其實是可以推測出來的 你現在說的 已經不是一般緝空的技巧認知 而是屬於罪犯心理描繪的範疇 我認得你 你死不去就丟臉妹 你這種人左頭左勢, 死也沒用 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口口聲聲罵殘疾的人左頭左勢 其實最阻礙社會進步的 就是這些這麼思想偏激的人 就像黃妙常和李美琪一樣 他們殘而不廢, 心至正常 對社會有貢獻, 你呢? 你表面上是一個四肢健全的人 其實你才是心理不平衡思想扭曲 你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廢人 其實你這些人是最可怕、最可怕 對社會造成最大威脅的 你應該在監獄裡過了下半輩子 讓你不可以在社會裡害人害物 你瘋了嗎?我喜歡這樣被人罵我 我說你告我都錯 好, 剛才對社會不是你說的 讓法官判吧